那么首先我们上午呢就是还是针对这个定时器呢就做了一些例子啊 上午的话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呢 把我们上次做了一个运动的动画是吧 上午的一个运动的动画改成了什么呢 改成了左右运动是吧 那么上午我们上次做了一个简单的移动的动画啊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了什么可以左右运动 那么改的方法就是说用了一个变量是吧 这个变量呢可以什么呢到一定范围的时候把这个变量给它反过来 这样的啊反过来之后怎么样就可以让它什么相反的方向运动啊 就是用了一个当时用了一个全球变量啊 那么的话记得我们根据这个原理的话就做了一个什么呢 无缝滚动是吧啊 无缝滚动的这个例子的话也是用了的类似的原理啊 那么无缝滚动里面还有个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呃我们什么呢 如何做到无缝呢是吧 无缝滚动呢如何做到这个连续的这种效果啊 我们就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是把整体的什么复制了一份是吧 整体复制了一份之后 在第一份移过去之后第二份给补上 这样的啊 第二份补上之后在第二份往往 再往什么一边移的时候怎么样补上了 怎么样呢 我们又怎么样 马上把它拉回去吧 拉回到第一份的位置上面去 是这样的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原理啊 那么的话 也是用了这两个判断是吧 这两个判断啊 这两个判断如果可以搞清楚的话 那么这个无缝滚动大概 大概也清楚了啊 好 那么无缝滚动的话 我们也用到了很多这种什么呢 在这个函数里面用到的很多 类似于什么 相当于是全局变量吧 是吧 在这个函数里面全局变量 那么函数里面的这些变量相当于是 相当于整体的话 它是局部变量啊 那么是在这个函数里面 它当什么 全局变量来用 是吧 我们在里面的话可以 这些变量的值是不是可以共享啊 是吧 可以共享啊 我在一个地方改了之后 其他地方也变了啊 这样一个是吧 所以说全局变量是比较好用的 是吧 但是也有它的问题是吧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 我们在一个地方改了 可能会影响其他地方的值 是吧 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 上我说的这个无缝滚动啊 好 无缝滚动里面 我们就是还说到了 另外两个什么呢 事件啊 就是我们一直用的是 click事件吗 onclick事件啊 那么的话 还有什么呢 鼠标移入和移出的事件 是这样的啊 那么用法也是一样的啊 在它上面绑进了 匿名还数 是吧 almost over是鼠标移入的时候啊 almost out是鼠标移出的时候啊 好 那么做了 那么也写了这两个事件的 它对应的这个 也是用全球变量来控制的 是吧 那么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想移入的时候的话 让这个什么呢 整体不动 不动的话 实际上是让这个什么变量 让这个全球变量等于0 是不是这样的啊 等于0的话 那么它每次什么呢 它们每一次什么 这个递增就是0吧 这个没有递增吧 没有递增 那么这个ul就停止了 是吧 停止之后的话 那么我们在移出的时候 怎么样呢 让它什么呢 又什么 又复制给它的一个值 是吧 那么它又可以接着动了 那么这个运动的时候的话 我们什么 不能确定是往左动 还是往右动 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个运动停止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 speed 这个什么 再用一个全球变量 把它存起来 是这样的 存起来啊 存起来之后 在运动的时候 再把它什么呢 再复制回去 是这样的啊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 我们干方子往右动的时候 停止啊 再接着动的时候 还是往右动 是这样的啊 就相对于是保留 最后一次不动的 之前的那个状态 是吧 好 这是关于我们上午说的 这个无缝滚动啊 好 接着我们说了一下 就是这个滚动之后 接着就是顺带的 就讲了一下那个 关于这个什么 变量作用欲 是吧 变量作用欲就是什么 全局变量和局务变量 是吧 全局变量和局务变量的话 那么 全局变量就是在函数外面定义的 这个变量 是吧 这个变量是什么呢 我们就 可以在其他函数里面 也可以调用这个变量 是吧 如果说我们在其他函数里面 修改了之后呢 这个变量就变了 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再调用的时候 它就是变了那个值 所以说这个变量可以 可以任何地方调用 也可以任何地方修改 这是全局变量 局务变量是什么 就是函数内部定义的 是吧 函数内部定义的这个变量 怎么呢 只能在这个 相对于是在个花锅号之内调用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函数内部调用 外部是无法访问的 是吧 这是局部变量啊 局部变量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只能在内部改 外部是改不了的 所以说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 那么它有它的局限性吗 我外部是不是无法访问的 这是它的问题是吧 所以这两种变量的话 是各有优点和各有缺点啊 那么的话就是根据这个什么呢 根据这个呃 程序的需要来创建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是吧 好 那么说了这种变量的什么 这个 这种两种类型啊 这个 这个变量作用域 这个概念也会经常考的 是吧 会考一下 就是说什么是变量作用域 是吧 那么你大概把这三条说一下就可以了啊 把这几条说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变量作用域啊 好 我们说完这个变量的话 接着我们又讲到了另外的例子 就是 这个什么呢 关于这个时钟的例子 是吧 时钟的例子啊 好 时钟这种例子的话 可能有时候会用到 是吧 有时候会用到 就是页面上放一个 放一个什么 时钟啊 它在那里什么 在那里走是吧 在那里走 然后看那个时间 那么之前经常会设计这种效果啊 现在可能比较少了啊 有个地方可能会用到啊 好 这是上午呢 我们讲这个时钟的这个例子的话 那么主要是讲的什么呢 它的啊 原理实际上比较简单啊 实际上主要是讲了一个新的什么 新的一个类啊 就是我们这个GSH明新的一个时间的类是吧 通过这个时间的类的话 6一个这个时间的类的话 可以实际化一个时间对象是吧 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它是什么 就是6的时候怎么样 它是瞬间的一个时间 就是你实际化这个对象的瞬间的那个时间 就可以获得这个瞬间时间的一个对象啊 就是这个的话 就是这一句执行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什么 时间对象啊 好 我们通过这个6的话 6一个时间对象之后的话 那么通过一系列的方法 可以获取这个时间对应的什么呢 这个是年是吧 年月 月的话是怎么回事呢 月就是什么 它是从零到十一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有一点什么呢 有点绕是吧 就有需要记住是吧 不记住的话可能会犯错是吧 它是零到十一是吧 所以说就是零就是表示一月是吧 十一的话表示什么呢 十一表示十二月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接下来再看的就是这个week 这个week的话是获得那个星期几是吧 星期几的话也是这样子 也是从 它是从零到六是吧 就零的话表示星期天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应该属于西方的习惯是吧 西方习惯的话 星期天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 是不是这样的啊 西方是这么说的 是吧 星期天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啊 我们星期一是一个星期第一天啊 他们星期天的话是要做什么礼拜的 是吧 做礼拜啊 祈祷啊 信什么 信耶稣是不是 做礼拜那种是吧 他觉得是 星期天是 星期天做礼拜吧 礼拜天吧 好像都是星期天做礼拜啊 星期天 所以星期天是一个星期天 第一天是吧 所以他零 他放在零这里是吧 星期天是零是吧 好 星期六到从 在星期一到星期六就是一到六 是吧 好 那么其他的就是没什么啊 那么我们获取了这么多之后怎么样呢 就要把它怎么拼成一个字符串是吧 拼成一个字符串的话 我们把它再塞回到这个页面上的DIV里面 是吧 塞回到页面上的DIV啊 那么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只是说获取的一个瞬间的 是吧 一个瞬间的 是吧 如果要让它走起来的话怎么样呢 把它整体这个 这个过程把它封锁成一个函数 是吧 封锁一个函数之后怎么样 用这个电磁器 隔一千毫秒来调用一次 是不是这样呢 一千毫秒就是一秒钟吧 来调用一次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就走起来了 是不是这样呢 好 那么走的过程中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们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什么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是什么 是空白的吧 因为这个有一秒钟的延迟吧 是吧 它调用这个函数有一秒钟的延迟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先运行一次这个函数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定时器的 不是 这个什么 时钟的它的基本原理啊 那么这个时钟里面 我们在处理这个字符串的时候 也用到了两个方法 是吧 这个方法也叫函数啊 方法实际上在对象里面叫方法 是吧 方法在对象 就是说函数在对象里面叫方法 是吧 我们对象里面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函数吧 对象里面的方法就是函数啊 对象里面的属性就是什么 就是变量吧 是吧 是这样子啊 后面讲到对象的时候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两个函数是干嘛的呢 一个函数是什么呢 就是你传给我一个数字 我返回给一个什么 这个星期的字符唱给你 是不是这样的啊 通过这个数字来返回 是吧 这个return这个关键字就用了很多 是吧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方法函数是什么呢 就是你传给我一个数 如果这个数是单数的话 一到九 不是吧 零到九 如果是零到九的话怎么办 我就给前面签个零再返回给你是吧 这个零的字符串加到一个数就是什么呢 现在是一个字符串的数字吧 返回数据是吧 如果这个数字大于十 不是吧 大于等于十是吧 大于等于十就是不是小于十嘛 那我直接返回是吧 好 这个的话就是把这个返回的字符串怎么呢 就再修正一下是吧 修正一下这两个啊 比如这个是修正那个week的 这个是修正那些十分秒的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定时器的这个原理啊 不是这个时钟的原理 好 好 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另外一个例子啊 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倒计时啊 倒计时的话可以可能在什么 在那个什么专题网站的时候会用到啊 比如说 现在是不是把它五一了是吧 蛮有五一的吧 可能就各大网站会做一些活动是吧 搞一些倒计时是吧 好 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倒计时啊 就是五一之前啊 就做一个五一之前的一个倒计时是吧 来看一下这个倒计时怎么做啊 好 倒计时的话 那么是这样的 它是应该有两个时间的时间吧 一个是当前的时间是吧 一个是未来的时间吧 是吧 未来的时间然后减去当前的时间 还剩多少是吧 还剩多少时间是这样子的啊 那么的话还剩多少时间 一般是什么的 还剩多少天 这样 一般是这样做的是吧 多少天 多少时 多少分 多少秒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么做的啊 好 来看一下这个倒计时啊 好 如果大家跟着上去跟着一起敲啊 这样的话就快一点啊 好 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我还是哪个dlv吧 dlv啊 好 哪个dlv我等会把文字塞进来 怎么样的啊 文字塞进来啊 好 那么的话一样的 先来一个 我先要获取它吧 来 先来一个window unload是吧 window unload 等于一个function是吧 function 好 首先的话 我获取这个dlv是吧 odlv 等于一个document.getelementbyid 好 这个什么呢 dlv1 先获取它 是吧 好 获取它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就开始什么呢 拼字符串的吧 拼字符串啊 拼字符串的话 那么倒计时的话 是这样子的啊 先来一个当前时间 再定一个未来的时间 是吧 好 这个当前时间 比如说 比如说 i now 是吧 这个是lsnow吧 now的话就是等于 例如一个什么呢 date吧 date啊 就是当前时间啊 好 这个当前时间 我需要说一下的 这个地方啊 我们做的时候 现在还是可以这么做 这个时候 它取的时间 是我们这个系统的时间吧 是我们这个时间吧 这个时间记得啊 这个时间有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改的 可以改的 如果你现在不是五一 我把它改成五一 那个活动不是就开始了 是吧 这个是不是 如果我抽过奖 是不是可以扯皮啊 是吧 我提前抽了 是吧 是吧 服务器的时候 你改不了吧 是吧 所以说这个用户 无法作弊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用户可以改的啊 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开发中啊 实际 实际什么 开发中啊 开发中 需要 读取啊 读取后台 读取后台的时间啊 读取后台时间啊 怎么读取后台的时间呢 我们可以用儿价格式 后面讲了儿价格式技术啊 就后台返回一个时间戳给你 是吧 就是服务器返回一个时间戳给你 也就是服务器的时间 用户改不了 是吧 所以说通过服务器的 服务器读了那个时间啊 那么就是 用户改了也没用 是吧 那么他读的是什么呢 服务器的时间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 是我们当 暂时读取的是我们本地的时间 是吧 这个时间是可以改的啊 好 那么的话 这是第一点啊 就是 谢谢 十一开发中 需要读取后台的时间啊 可以通过什么呢 可以通过什么呢 儿价格式 来读取是吧 读取啊 好 后面我们会讲到儿价格式的啊 好 那么这样子先这么写吧 好 那么再来一个什么呢 未来的时间吧 未来的时间 比如说S什么呢 S future是吧 Future就是未来是吧 好 未来的时间就是五一吧 是吧 五一啊 New一个Data 是吧 Data啊 New一个Data就是 这个五一怎么定义呢 就是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五月一号之前的 一天的凌晨 是吧 是不是凌晨呢 是吧 凌晨啊 开始是吧 五月一号的前一天 是吧 五月一号的前一天的凌晨 是吧 过了一百分钟 是不是五月一号呢 是这样子啊 好 那么是呃 四月小是吧 四月是三十天吧 一月大 二月平 三月大 四月小 是吧 五月大 是吧 这个这个大家有没有背过啊 哈哈 哈哈 哦 哦 好 我们是一月大 二月平 三月大 四月小 五月大 六月小 七月大 八月大 我们这么背了啊 哈哈 哈哈 啊 好 这个的话那么就是呃 怎么写的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是二零一七年 然后是四月二十四月三十号是吧 四月三十号 然后是多少分啊 好我们来写一下啊 这是二零一七年是吧 然后是四月是不是四月啊 是不是写四啊 不是吧 写三啊 他不是轮到十一吗 这是个坑啊是吧 有很大的坑啊 三啊 三月代表四月 三月代表四月 明白没有 我一直说的吧 这是个坑啊 一个坑啊 好 这个是 什么 三十号吧 三十号啊 好 然后是 呃 二十四点是吧 二十四点 然后是 零分啊 零秒 是不是这样的啊 零分零秒啊 二十四十零分零秒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样子啊 好 应该这么写啊 那么就是 啊 就是这个是 呃 四月三十号啊 未来时间啊 未来时间 那么是 是 四月三十日 晚 是吧 四月三十日晚 是吧 呃 二十四点是吧 二十四点 那就是零点咯 是吧 零点啊 就是相当于 四月二十四 四月三十号晚 二十四点就相当于 五月一日 五月一日零点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五月一日零点啊 好 好 那么这个什么呢 这个啊 定了这个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两个减一下啊 他们两个一相减 就是这个剩的这个时间啊 就是剩的时间啊 好 剩的这个时间的话 那么就是来看一下 我来减一下 大概是等于多少啊 把它减一下 alert一个什么呢 sfuture吧 减去一个什么呢 snow吧 啊 减一下啊 好 减一下看得多少啊 等于什么 这么多是吧 五五一三九六三一六 啊 等于这么多是吧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不是秒 这是毫秒啊 等于这么多毫秒 啊 等于这么多毫秒 就是说 从现在到五月一号之前 还有这么多毫秒 是吧 这么多毫秒之后 我们干嘛呢 就把它先啊 整一下啊 先整一下啊 比如说 先除一个一千怎么样 就是什么 就是秒吧 啊 我们不要毫秒了是吧 不用精确到毫秒啊 精确秒就行了 啊 那么的话 呃 拿一个什么呢 好 比如说这来一个 挖一个什么呢 呃这个 s left 吧 就是剩下的是吧 剩下的话 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 s now s future啊 未来的啊 s future 减去这个什么呢 s now吧 s now啊 好 那么整体的怎么样呢 整体啊 整体啊 整体的话 那除一个什么 一千吧 这是剩下的秒吧 啊 剩下的秒之后 那么这个秒可能是 有小数吧 是吧 比如说是 呃 比如说是100毫秒 是不是相当于是 0.01秒啊 是吧 0.01秒啊 那么像这个的话 0.01秒 这个小数点后面的秒 我们就不要了 是吧 不要之后的话 就去掉秒 怎么办呢 我们用pass int 是不是可以去掉 这个小数点后面的数啊 pass int 是不是 pass int 一个小数 还会把小数去掉啊 是吧 拿一个pass int 是吧 parse int 是吧 pass int pass int 把它 扩起来 是这样的啊 扩起来啊 好 这样之后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 谈一下这个啊 好 这个之后那么就是551280 这么多秒啊 总有这么多秒是吧 好 好 这么多秒之后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现在的话要把这些秒怎么样 把它换算成什么 天 多少天 多少时 多少分多少秒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是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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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多少 计算 计算还有多少秒是吧 计算还有多少秒吧 计算 计算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秒呢 就叙算成什么呢 就是天 是吧 先换算是天啊 天的话怎么换算呢 就是刚才那么多秒吧 天的话 那么一天的话 就是有多少秒呢 是吧 一天的话就是24小时 24小时 然后是在什么呢 乘以60分 再乘以60秒 这么多秒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个东西的话怎么呢 我们就可以除一下 是吧 除一下除多少 是吧 比如说是这个整体 除一下那个 一千多少秒 是这样的啊 好 好 这计算机是吧 计算机 一天24小时啊 乘以一个60分 是吧 好 再乘以一个60秒 好 等于八万六千四百 是吧 八万六千四百秒啊 好 八万六千四百秒的话 来除一下 是吧 好 比如说 呃 这个啊 这是呃 奥尔吧 是吧 比如说这个 奥尔时 是吧 奥尔 奥尔是吧 啊 好 这个不是 这是对啊 这写错了啊 好 这个对啊 对啊 对是 这多少天嘛 是吧 就是说 这里面有多少天 就是这里面如果有一个八万六千四百秒 就是只有一天吧 有两个是不是有两天啊 有三个就有三天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先把这个整天的这个秒数先把它刨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刨出来啊 好 这整体的除的话可能是比如说是五点五点四千是吧 那我就什么 只取五天吧 剩下的四天再怎么样 零点四天的话就是什么 把它换成小时嘛 是不是这样的啊 换成小时啊 好 这个的话那么怎么样呢 它 除了之后再拿一个pass inter吧 就把小数点给它去掉啊 这样子是吧 这样子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八万六千四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date啊 看是有多少天啊 大概有多少天啊 好 这个有六天是吧 好 这样算一下是不是有六天啊 今天是二十四啊 一二三四五六 是不是大概有六天啊 还有这一个 这一个就就没有没有整天的吧 现在是十 现在是差不多三点钟了是吧 三点钟 那么今天还差 还差多少小时啊 还差一个十一个小时吧 大概是吧 是不是还差十一小时啊 应该是六天十一时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今天还算半天相当于是吧 是这样的吧 这个是整天吧 还算今天还有十一个小时就到了啊 怎么呢 到了二十四点 是这样的啊 现在是十三点吧 到二十四点 十三点到二十点 是不是还有十一个小时啊 现在是十五点 现在是十五点了 现在是十五点啊 十五点 十五点那还九个小时啊 好 那么我们自己算不准啊 我们让电脑来算 这个六天是准的 是吧 好 看一下还多少小时 是吧 好 这个是计算还剩多少天 是吧 这是计算还剩多少天啊 还剩多少天 计算还剩多少天嘛 好 再计算还剩多少小时 是吧 计算还剩多少小时的话 就把这个八万六千四百 整个的整个的先刨掉 是吧 先刨掉啊 怎么刨掉呢 实际上怎么办呢 用那个什么 取膜是不是可以啊 就只要整数它全部刨掉 它最后实际什么 只剩剩下的吧 除不净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除不净的就是它剩下的 就是不够八万六千四百秒的 不够八万六千四百秒的 就是它的余数吧 这个余数什么 再幻想成小时吧 这样的啊 幻想成小时啊 好 那么的话小时啊 小时怎么算呢 比如说I hour 是吧 Hours 是吧 好 这个时候等于什么呢 好 等于这个I left 是吧 I left 这个S left S left S left S left怎么样呢 我再先磨上一个什么呢 磨上一个八万六千四百秒 是吧 八万六千四百秒 磨上它是这样的啊 磨上它之后 就是它把整个的里面大档大档的八万六千四百秒全部给去掉了 就剩下不够八万六千四百秒的就是属于什么呢 剩下的那些秒数吧 那秒数我再把它换算成什么 换成小时吧 是吧 好 换成小时的话 那么这个一起怎么样呢 这个整体什么 整体再除以一个什么呢 再除以一个二十四乘以什么呢 乘以六十是吧 不是 六十乘六十吧 六十乘六十是不是小时啊 就是秒嘛 秒的话就是一小时是六十分 一分是六十秒吧 那么就是三千六吧 三千六啊 三千六百秒 是吧 是不是可以得到小时啊 得到小时啊 好 这个小时里面是不是也有什么呢 应该也有这个小数吧 比如说呃呃 比如说九点九点二小时 或者是八点八点三小时 是吧 八点三小时 那个零点三我就不要了 是吧 那个零点三小时 我就换算成分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换算成分啊 好 那么还是来个什么 pass int吧 pass int是吧 pass int 然后把它扩起来 是吧 好 那么看一下这个多少小时 是吧 这个应该是准的啊 alert一个 I什么呢 I hour是吧 好 看还有多少小时啊 好 那么还有九小时 算的蛮准的嘛 是吧 九小时吧 是吧 九小时啊 好 九小时啊 九小时算完之后 那么接着怎么呢 小时那么剩下的什么 像是分吧 是吧 像是分啊 分的话 那么接着来 再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计算还剩多少小时啊 这个是计算 计算还剩多少小时啊 还剩多少小时啊 好 接着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 分的话就是什么 一分得六十秒嘛 是吧 我只要把它除以六十就行啊 是吧 那么还要刨去这个三千六百嘛 是吧 剩下的 这个还要刨去三千六百 那么就是不够的就是变成了什么 分是吧 好 比如说是这个 再来一个i什么呢 分是吧 i minute 等于这个什么呢 首先是这个s left啊 s left先什么呢 先刨去什么呢 八万六千四八 八万六千四百 这个刨去时候剩下的什么呢 剩下时间啊 剩下时间的这个余数怎么样呢 这个余数啊 再刨一下 再刨去什么呢 三千六百 是不是这样的 三千六百啊 先刨 刨去什么呢 剩下的天 多少天是吧 天完了之后 剩下的秒 再看它有多少个 多少个整的三千六 多少个整的三千六 是相当于多少个 多少个小时吧 是吧 多少个小时啊 多少个小时 然后这是小时吧 小时完了之后 这整体怎么样 再整体再除一个六十 就换上成分的吧 是吧 换上成分啊 好 我们前面这一算的 都是剩下多少秒 是吧 多少秒啊 好 比如说这个再除一个六十啊 好 应该是把它扩起来吧 把它扩起来啊 把它扩起来 再除一个六十是吧 六十啊 好 除一个六十的话 那么就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 啊 这个也有小数 是不是这样的啊 也应该有小数啊 好 有小数的话 那么来一个 再来一个pass int啊 pass int 然后 这样子 是吧 这样子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把小时和分 全部弹出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时候是 十五点零一分的 是吧 五点零一分 看一下啊 alert一个什么呢 i hour 是吧 好 弹一下啊 再alert一个什么呢 i minute 是吧 好 弹再看一下啊 好 弹这两个的话 看一下这个时候 对不对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好 那么这个时候是八小时吧 八小时是吧 是有八小时了吧 是吧 因为这个三点已经过了 是吧 然后是什么 五十七分 是五十七分呢 为什么不是五十八分呢 还有这个秒吧 这应该是十 十五点零二分 多少秒了 是吧 对 好 就这样子了啊 好 那么剩下的 那么还剩下的这个秒的话 是什么呢 就是直接取六十的余数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second 好 就等于这个 这是s left 是吧 s left 直接拿一个 磨上一个六十 是不是这样的 磨上一个六十 磨上一个六十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够六十的余数嘛 是吧 不够六十的余数 就是什么呢 就是秒嘛 是不是这样的 是可以除以六十的话 相当于全部转化为分的 是吧 这样子的 是这样的 好 就是够六十的 全部转化为分 或者是什么 天或者是 或者是时间的 是吧 或者是时的 那么不够六十的 就是剩下的秒啊 好 这个是 这样完了啊 好 计算 计算还剩多少啊 多少分 那么这是计算还剩多少秒 是吧 秒啊 好 这个算完之后怎么样呢 就把它一拼吧 把它一拼 放回到这个DIV里面去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那么的话 这个是来一个 来一个字符算 是吧 STR 是吧 STR 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呢 呃 前面写什么 距离是吧 距离什么 五月一日 是吧 五月一日 还剩 还剩 是吧 还剩啊 还剩的话就是 还剩多少天 是吧 还剩多少天啊 比如说是这个I什么呢 I day 是吧 I day 是啊 好 加上一个什么天吧 是吧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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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改一下吧 这个 好 距离还剩多少天啊 多少时是吧 然后是这个 I什么 是吧 是吧 加上 然后是这个 I什么呢 分 是吧 好 再加上一个 多少秒 是吧 多少秒啊 I什么 Second 好 好 好 这个 弄完之后怎么样呢 把它塞到这个里面来 是吧 塞到里面 这个里面来啊 比如说是ODIV 它的什么呢 InnerHTML 啊 HTML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STR 是吧 TR 好 好 这个换进来了 是吧 ODIV ODIV 好 好 那么的话 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刷新一下啊 它的这个是 距离五月一日 还剩什么 六天八十五十四分 两秒 是不是这样的 五十分两秒啊 好 再刷一下 它就不停地变了 是吧 五十三分五十四秒啊 五十一秒了 是吧 再刷一下四十九秒 是吧 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啊 给它点样式吧 比如说是 拿一个 好 这个是什么 DIV是吧 好 Texel Line 给它来个 Center 给它 Foreal Size 给它来个 30 然后给它来个 那个 Color 是吧 还有来个 Pink吧 好 整体的刷一下 那么这样子 是吧 距离五月一日 还剩什么呢 六天八十五十三分 十七秒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还是不能倒计时吧 是吧 没有动吧 是吧 没有动 是吧 我们只是取了 一个瞬间的 这个距离的时间 是吧 我们要让它动起来 是吧 动起来还是一样的 是吧 把它整体的什么 把它整体的 这个语句 把它封锁成 一个函数吧 封锁成一个函数啊 从这里什么 从这里到这里吧 到这里封锁成 一个函数啊 好 封锁成一个函数的话 那么这样子是吧 这里来个什么 Function吧 Function啊 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是FN TimeLeft 是吧 好 这样一个函数 是吧 这个花费号 然后的话 把这个 这道 拉到这下面来 是吧 应该是拉到这里 是不是这里啊 这里啊 好 这样一个函数啊 好 整体的准备来 把它选中 然后是按 这个Tab键 是吧 收进一下啊 好 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这个TimeGo TimeLeft 就是还剩多的时间啊 还剩多的时间的话 那么弄完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就 这个封锁了函数之后 怎么 我们不调用它 它是不动的 是吧 不调用它 不动啊 好 那么的话 调用它还是一样的 我们开个电子系来调用它 是吧 比如说 比如说 SetInterval 是吧 Interval 然后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 F1 TimeLeft 是吧 好 还是一秒钟 调用一次吧 一秒钟 调用一次 这是一千毫秒 是吧 一千毫秒 好 好 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是吧 是在走吧 那么其实还是有个 什么呢 空白吧 看看是还是有个空白啊 那这个时候开始走了 是吧 好 17 16 是吧 这样子啊 好 其实这边有个空白的话 还是这样子的 怎么样呢 就把这个 环数 进来的时候 再跑一次 是这样的啊 跑一次啊 进来的时候 给它跑一次 就 就没有这个空白了啊 好 进来的时候跑一次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就没有空白了 是吧 没有空白啊 好 同样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我们如果碰到这个 单数的秒 或者是分的话 还是希望怎么样 还是希望前面加个0吧 加个0比较好啊 那比如说是还剩 还剩09秒是吧 09秒或08秒是吧 那么还是我们需要 需要一个函数吧 是吧 需要一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的话 就是刚才我们写的 是吧 比如说 function那个什么呢 to什么呢 fn to double 是吧 double啊 好 传过我一个数 知道传过我一个n 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判断一下 是吧 判断一下 如果说 一夫这个n n这是小于十的时候 是吧 n小于十的话 我就返回一个什么呢 return一个什么呢 return return一个这个 这个0 加上这个n 是吧 自负上的0 加上n 好 返回这个 是吧 如果说else的话 else的话就返回一个什么呢 直接把这个数返回 是吧 return return的话这个n 是吧 好 这样一个函数用好之后 怎么办呢 就把它放在这里调用吧 是吧 它就调用啊 比如说f 这个是天就不用了吧 01天不用吧 就多少天就行呢 是吧 就是小时啊 小时啊 小时啊 小时 多少分 是吧 多少秒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呢 再来看一下 是吧 来看一下啊 好 我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啊 080 是不是这样的啊 080啊 还有49分 04秒是吧 好 04秒啊 好 1059啊 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大家注意了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啊 这个地方啊 记得是 实际开发中什么呢 要去后台读时间啊 要去后台读时间才行啊 这地方是写实的 但是这个地方用户可以什么 我修改我的本地的时间 可以修改吧 修改导致这个值会不对 是这样的啊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定未来时间的时候啊 定未来时间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月份怎么样 要减一是吧 要减一啊 这是个坑啊 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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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